接下來請郭議員建盟質詢 謝謝主席 議長 我一樣有書面質詢 稿要列入大會紀錄 再請您裁示 這裁示列入大會紀錄 我的書面質詢 您的書面質詢 剛剛有看到郭建盟議員 把書面質詢已經拿給市長了 這個部分請列入我們的大會紀錄 謝謝 議長 市長 企護團隊 今天的建盟的施政指總質詢 一樣依往歷 在這一年的一個半月 建盟一樣包括一個公聽會 跟十二項連今天 十二項的質詢內容 都要在今天提出來 重點的在跟我們市府團隊做個討論 那先針對今天新的一個議題 今天的一個議題 最主要在今年的一月的時候 建盟看到新聞報導 說我們高雄的郵輪母港計畫 受到重挫 今年考慮高雄的郵輪 落到創業中的二十台 是高雄變不好勝 還是人家的條件有變化 讓高雄的郵輪母港夢 起了變化 看了也相當驚訝 那就把相關的資料跟狀況 去拜託一位先前 在郵輪亞洲的郵輪集團裡面 當到資深副總裁的朋友 問他說 為什麼這個孫子現在沒有要考來高雄 你看高雄出了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要改進的嗎 我們的整個郵輪 從原本的四十六艘 掉到計畫中的二十艘 今年到現在不到一半 整整掉了五十四趴 這五十四趴的數字 有什麼是我們要小心的 當我把這些資料 給這位朋友看了以後 他告訴我說 不要去迷信 彎靠樹 不要迷戀 為什麼不要迷戀彎靠樹呢 我聽得蠻驚訝的 準啊 看來我們高雄當然也是好的 他有壞的 他告訴我不要迷戀彎靠樹 等他講完 我覺得相當有道理 要分享給我們 未來以高雄港經營為重點的市府團隊 他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 他說所有的思維 船公司的思維 就是那艘船要去做什麼 所以他去看了這艘船 從高雄拿走以後到基隆 這艘船的每個禮拜的行次 第一 禮拜天開到禮拜二 他是開到衝日本衝繩 他所賺的錢 他所賺的錢 是賺 百步人 要出外去路由的旅費 還有船上 有擲轎的娛樂 禮拜三到禮拜五 他開到哪裡 日本的石原島 一樣 是賺旅費的錢 一樣賺擲轎的錢 禮拜五晚上到禮拜天 他去哪裡 他哪裡都沒去 他船竟然是開到海外去繞一圈 兜一圈 竟然有這種船 我朋友跟我說講有 他馬上沒多久 就寄一張這艘船的航海圖 他說這艘船 申請是開到納國島 但是你看他的航海紀錄 是沒有登岸的 只不過繞了一圈 就回來了 所以這台船純粹是為了北部客 要去擲轎 三圈一下 娛樂一下 好 所以他告訴我 從這三條航線看起來 高雄不用緊張 因為這是一招 把錢載出去的船 不是把錢載進來的船 所以這艘船 一年可以給基隆港 一百多個航次 但是這個航次 對基隆在地的經濟 是沒有幫助的 喔 果然航家就是看門道 所以高雄最重要 要發展郵輪母港 要做什麼 要把錢載進來的船 回來高雄 他告訴我 我就問他說 那高雄現在發展郵輪母港 有什麼樣的問題 他說最重要的 郭榮沒有港 郭榮港那大台 郭榮沒有港 他講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郵輪集團 不了解高雄 什麼叫高雄沒有港 他說 很簡單的 你這樣思考 你郭榮人 去到哪一個國際機場 如果發現那個國際機場 連空橋都沒有 你覺得它像國際機場嗎 他說那個叫機場 那個叫停機坪跟跑道 我們確實也是這樣感受 他說對一個郵輪集團 有數百億的郵輪集團 一台船都幾百億的 他們聽到有一個港口 一個三七的港口 是沒有空橋的 那個叫落後城市 他們的傳統思維就是這樣子 他們是百億的集團 怎麼可能船停在一個 沒有空橋的港 所以過去高雄的建設 這個真的是把我們高雄 當作重工業城市 連我們的港也是重工業港 本港就沒有旅客需求 所以對遊客集團來看 你們不是進步的城市 我怎麼會想去了解你這個城市 所以它連高雄的內涵 這些集團也不會去了解 自然高雄在郵輪集團 心目中的地位 就只有在經辦員層次的地位 不會去費心 所以他講的這兩個問題 但是 我們這個朋友 做到副總裁的朋友 他是台灣人 他告訴我 賢明 不用怕贏 心頭癢養 高雄啊 時間到了 絕對是他都用 怎麼他都用 他對高雄深具信心 他說 基隆跟台中港 跟東北季風就吹得翻過了 他們的郵輪要進來都要小心 有時候還會撞到翻 高雄沒有這個問題 還可以吃水達10米到更深一點 另外一個 10小時的豐富旅程 這個是郵輪最需要的 不管是時尚購物 山海河港的自然景致 還是我們可以去夜市消費 這個都在高雄的市區裡面 就可以辦到 另外 他強調便捷的交通 他還知道 高雄有輕軌 還有捷運 他說 如果沒有坐油浪車 還是沒有坐客人車 自己還可以坐捷運 他是這種城市 在市區一個小時內 可以到達他要玩的所有地方 不要說台灣 他說亞洲也沒有幾個城市 有這種實力 再來物美價廉 再來旅運大樓也是他講的我們最欠缺的空橋 就即將完工 他說這幾個優勢 湊起來 湊起來 高雄是絕對值得期待的 但是他有幾點相當專業的提醒 第一 請高雄一定要去串聯現有的航線 及早啟動招商 兩個重點 串聯現有航線 他講 在亞洲發展郵輪相當成熟的城市 新加坡 香港 上海 跟日本的各港灣 這些都有現有的航線 這些航線 這些航線 如何穿插高雄的旅途彎靠 景點內容 需要高雄市政府去做努力 另外 郵輪集團針對郵輪的步線 起碼都在一年或一年半以上 高雄如果要這艘郵船 提早靠岸 請及早準備 這是他對我們的提醒 再來 單一窗口搶商 他說一條郵輪要靠到高雄港 其實有相當單位要去做接觸 既然高雄想要唱 要再唱那些強勢城市 他建議 如果可以一個單位 讓他們單一窗口接觸 會相當便捷 再來 他說郵輪現在搭郵輪 尤其航線稍長 旅客趨勢 都開始高齡化 動作很慢 接下來 就是爸爸媽媽帶親子 這是他旅客成長的趨勢 高雄如果要發展 郵輪友善城市 旅遊的友善城市 他認為我們的建設 要友善 這個銀髮族長輩 跟友善親子 這是他對我們的提醒 再來 慎選郵輪公司合作 我說郵輪還有一趟算 人要來 我們就求之不得 還有一趟算 他說 他都知道 他是郵輪公司 他知道高雄 高雄絕對可以挑 高雄當有一個這麼大的深水 旅運中心 以後 高雄當然有條件挑 每個都會湊過來啊 可是高雄不要讓要湊來的 就設定五趕 要去挑把錢載進來 他的航線是屬於把錢載進來的 郵輪公司 來跟我們合作 那聽一聽真的是 看到原本以為說 啊 我們掉了五十四趴 五十五趴 快怕贏了是不是 就是高雄變不好算了 聽的說了 整個又唱起來 整個又有精神起來 所以 高雄 掉五十四趴 我建議 我們的海洋局 主政單位 跟我們的觀光局 最重要的 把這個專家給我們不同角度 看高雄的意見 納入我們的施政計畫 及早啟動 把我們可以在一百零七年 甚至一百零八年 較慢也不通過一百零八年 可以讓高雄請贏 讓高雄出頭天的一個 好的機會 早早把它印起來 做好準備 所以 這是今天建盟新增的一個議題 是不是這個議題部分 我先請觀光 最後再請市長做總結 我先請我們的海洋局長 跟觀光局長 簡單做個答覆好嗎 主席 請海洋局長先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郭議員 首先我想針對整個 那個彎靠的部分 當然今年的預報的數字 當然是下降的 那當然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為立新郵輪 從香港到高雄原本的這條航線 取消的緣故 那當然就是說 今天整個高雄在發展 郵輪母港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當然目前 目前可能當然 因為整個旅運大樓 其實還沒有完工 所以說其實整個 相關的硬體設施 目前大概都 郵輪來都停開到到9號碼頭 雖然有一些改善 可是要提供這樣的一個 郵輪旅客便捷 然後舒適的這樣的一些 相關的這些通關服務 其實還是很必須 所以我們也會 希望就是說 整個港務公司 針對這個 旅運大樓的 興建的這個進度 能夠加快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在 航線的招商的部分 我想我親自也都拜訪了 包含 麗青郵輪 公主郵輪 以及皇家家樂比郵輪 這三大整個郵輪公司 在目前在行駛台灣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也了解他們 就是說 真的在需求上面 來講的話 當然包含 旅運大樓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當然就是 包含 其他的整個觀光郵城的搭配 以及後續接待人力的 一些處理 我想這也都是會 納入我們 未來整個施政 在計畫的重點 這個招商的部分 我想 也藉由第一個 今年我們 下半年要舉辦的 港灣城市論壇 會邀請所有的航商 亞洲區的代表 或是說一些總裁 能夠到高雄來實際提供 高雄在地 對郵輪的未來的一些規劃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想這一航商的 招商的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會積極來辦理 好 是不是再請觀光局長 請觀光局長回答 好 謝謝郭議員 那針對這個郵輪到我們高雄的 這個觀光的這個配套措施 那我想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在海洋局 我們下半年 我們會辦這個 港灣城市論壇 那到時候 他們也邀請了很多的 這個郵輪的航商到高雄來 那我們也會利用這個機會 在行銷我們高雄 那另外呢 當然剛剛議員 有提到很多的配套措施 包括我們高雄 有一些旅遊的亮點 那我想 在這個立行郵輪 減少這個 彎靠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有去了解這個原因 那我覺得有很多的這個問題 是因為 我們有很多郵輪到了高雄 這個印棒的這個很多的這樣的一個郵城的部分 並沒有好好的去做一個宣傳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提早做準備 那也會提出這個很多的觀光的料點 另外我們也會跟旅行社 有一些旅行社 我們會提早跟他們做一些溝通 設計適合我們的郵輪到了高雄港以後 我們停靠的這個時間 包括六個小時到十個小時的適合的旅程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觀光景點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去做一些很好的處理 包括剛剛議員有提到 可能有一些年長者 或者是行動不便的部分 那我們對很多景點的整理 包括大家很愛去的廉池潭 還有其今 他們也給我們很多的意見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都跟業者有一些的溝通 那我們也會針對這些景點的整理呢 預先做好這些的準備 當然他們停靠之後的相關的旅遊的接待的部分 我們也會做一些這個職訊的部分 來訓練這些接待人員 以及他整個動線的這個規劃 所以這個部分 觀光局會跟海洋局以及交通局 我們會做一個妥善的因應 謝謝局長 我剛想到一件事 你剛剛講這個友善 我的同事李柏毅 他就告訴我說 他才從沖繩回來 他說沖繩是一個友善親子的城市 你要帶孩子去那裡很方便 他的設施可以讓帶孩子的爸爸媽媽 得到相當妥善的一個處置 所以他們的建議 包括營法 包括親子 尤其在港務相關周邊的設施 我認為其他局處都可以加把勁 來讓高雄未來 真正成為一個郵輪發展的一個基地 郵輪一載來是幾個青的 那是孤孤長長的一個 高雄賺錢的好機會 看看這張照片 雖然是電腦畫的 可是高雄就真的這麼美 未來啊 遊艇母港 這個國際地標在完成 高雄的城市魅力 絕對是世界級的 這個主題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接下來建盟 再針對我其他部門質詢的 11項主題 重點再來跟市府團隊做個報告 在5月12號 我跟我們社會局長 質詢有關公彩條例的問題 我們的公彩基金 我發現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竟然在修法還沒有通過 五年就挪走了14.69億 我的對法的見解是這樣子 公益彩券是捐款 公益彩券是捐款 而公務預算所編的法律 包括我們社會救助法 包括我們的身心障礙法 這個叫稅金要去支付的錢 所以財政部當初在設立公益彩券 發行條例的時候 就有這樣子 因為它不是稅金 它是一個捐款 所以會在法律上有做必要的區隔 但是各縣市最後在執行預算的時候 衛福部在中央在開始開 開條件 開始開支票 可是沒有給地方錢 造成地方的收入沒有 所以衛福部 也就是那時候的衛生署 去跟財政部商量 是不是可以開放 才訂出了一個各縣市 所謂債務集聚的一個參考表 你的債務到達什麼限度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錢 那個是不得已的開放 但是某個程度已經抵觸了這個法律的精神 高雄市在這個法律的部分 我們的自治條例也是明定 有法律這個明定的項目不得自用 所以我的14億怎麼算的 就是從這五項現金給付裡面去算出來 我們從100年的時候只付了 從公益彩券用了6000多萬 一直到104年的時候已經 沒辦法增加到5.1億 一年5.1億 我本來是這樣在跟衛生局長做 社會局長做討論 我說我們是不是把社會服務排付的錢 去補這筆錢 如果我們補得起來 我們盡量不要動到這些 但是當然對法的認知 局長有他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我們還沒有共識 還要做討論 但是這一題我認為 這個方向是我們自己 我們照顧弱勢的一個價值之爭 沒有對錯 只是怎麼樣的方式做調整 所以這一個議題 我跟社會局還會在做努力 希望找出一個共識 能確保我們對弱勢的最大權益 這個部分是我在5月11號提出來的 在5月9號 林鄭部分的時候 我跟我們的研考會主委 提了說 檢視施政能耐 要新聞過後才知真功夫 我用了三個新聞 我認為都是相當好的新聞 其實這幾天 網路公布了六都的民調票選 我們當然又是第一名 市長又是第一名 那我就在想 英文的第一名要怎麼進步 是要和自己拼 自己拼要怎麼進步 其實我看到很多好新聞 這些新聞是記者的用心 或是民眾的發言 其實如果這些新聞可以聰明 高雄市可以更加進步更加幸福 這三個新聞就是我覺得很好的新聞 包括文府國小 我們長期呼吸這些髒空氣 我們已經呼吸習慣了 我們已經不會哀了啦 我們不會抗議了啦 要不是文府國小的師爭 出來六千人抗議 連我都感受不到那種壓力 連我都不知道說 我們要努力去幫他們解決 治標呼吸的問題 在去年四月期後他們做了抗議 市總圖在去年底的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人家帶孩子去玩 在地下圖書館的兒童圖書館 他剛打坐給孩子聽 各位被制止 不可以打坐給孩子聽 這是多痛苦的事情 竟然是兒童圖書館 兒童圖書館一定要安靜 到底是大人的規矩 還是小孩子的規矩 所以是總圖難容真小孩 斑馬縣東森補出來 急殺的時候 因為摩擦力不足 撞下去 公車夠過 雖然是在台北 問題是封問我們高雄 我們高雄有說 希望用怎麼樣把摩擦係數調高 但是這些新聞的後續 我們去追蹤了沒有 所以我認為這些好新聞 不外乎哪樣求哪樣影 是市民的福氣 如果做得到那是市民的福氣 不一定做得到那是因為第一時間 新聞不對稱 代表太快 研究了不行 研究了不行 我們也說給民眾知道 我們打拚過 所以我跟主委分析就是 如果輿情 由貶改之 那個改我們可以做到定位的話 是這個兄弟的行為 所以我做了這個質詢 當然我是說 只要沒有特別交代的輿情 我拜託研考會自動列管 當然主委 Colin 不好意思拒絕 我也著閃又躲 但是也沒有答應 沒關係主委 你們長期的研考經驗 只要能把重大輿情 做好一定的控管 讓這個城市更幸福 那是高雄的福氣 我是做這樣子的建議 再來 5月5號 我提出了 我在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 撤除私人俱樂部的繁禮 還我高雄22號碼頭 相關的重點資料 我都寫在書面質詢稿裡 做了充分的質詢 那結果大概5月9號 我5月4號質疑 5月9號我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這個俱樂部跳出來講 他們完全合法 那我本來今天準備了 相當豐富的資料 要讓他知道他違法在哪裡 但是海洋局的承辦人告訴我 這個遊艇碼頭的大股東 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願意調整 但他們需要時間 那你只要願意調整就好 你就去調整 所以我還是重點提醒 讓這家公司知道 我今天本來執行的一個重點在於 海洋局到底是在幫遊艇產業 還是在幫一家公司 我本來要討論 業者在公園用地 申請新建臨時建物 他違反了他自己所做的承諾 包括違反什麼 包括違反海洋局簽成給市長的簽成 他裡面是要寫公共使用 包括給公務局 依此給公務局的臨時建物申請 跟拒絕跟使用執照 裡面全部都要寫公開使用 他違反了自己的承諾 再來 臨時建物的量體與申請不符 他申請的是什麼 家賓聽辦公室 管理室 一個建物而已 他蓋起來是幾百 他蓋起來是幾百 所以他蓋起來幾百 有什麼問題 他違反了高港公司的港公申請 也違反了高 三港法裡面的作業要點 也違反了他自己合約的 第22月第13點的維護規定 單人也違反建築法 也違反相關臨時執照 所以不要說完全合法 真正的 真正的 所以 我上網看了一下 這家遊艇公司的負責人 相當了不起的一個企業家 四十年前 他又是一個技術工程師 兩手空空的高雄園 不到四十年現在可以 全世界第五大的遊艇製造商 他的成就 絕對不只是高雄驕傲 還是台灣驕傲 所以我想拜託 這個負責人 你是大股東 請你轉個鏈 海洋局已經夠挺你了 你取得一張 高雄唯一 可以用臨時建物 開餐廳的私人建造 唯一一張 我用時要挺 遊艇產業已經挺成這樣 已經沒話說 但是 如果公園上 可要當公開用途 你也這樣承諾 就請你敞開心 一個轉念 可以讓你公司的高度不一樣 可以讓你公司的高度不一樣 可以讓國雄人 扣的海花 雖然不一定可以坐 買遊艇 不一定可以坐遊艇 不過人親 頭親 看著這台遊艇 是我們高雄小孩做的 世界驚慌 也是一種喜悅 讓你的遊艇 可以讓高雄市民親近 當然 遊艇是高價的物品 在必要的地方 做個保全的隔閡 我去年在質詢的時候 我就同意 但是該開放的地方 放開心 讓市民去坐參觀 還是跟三年以前 一模一樣的要求 請你開放使用 這個是 我這個主題質詢的一個重點 接下來 5月2號 修正公安管理自治條例 要市長報告 第一次 我們這些議員也 不可以 不是閒在那裡 上班第五天馬上開了公聽會 跟五個議員大家開了公聽會 提出了 我們發現 微貫的災難 其實 其實 不見得是天災 某個程度 還是法律規範不全的人禍 我們沒辦法 阻擋明天的災難 起碼我們逐步現在修法 如果可以讓法進步到 我們擋住十年後 擋住二十年後的倒塌災難 都是我們這句的性情 所以 包括 我們在公聽會裡面 針對老屋見檢 我們主動去申請檢查 可是我們沒有強制權 剛剛有1700 六千 洞裡面只有1700洞來行刑 我們有沒有強制權去針對 其實最危險的去做強制 所以公聽會裡面有個紀錄 高雄地當 南部的地當 三十年內6.5級 是全台灣最高64% 所以我們做了 跟公務局有共識 做了公安管理知識條例的修法 要保障我們高雄市 居民的居住安全 這個法已經提案 另外 我在27號裡面也提了 這個 為了 我們 文府國小 一年後 我們發現我們對 治標的事情 資本我們做很多 資本的 包括 我們修了環境管理自治條例 一定很重視的一個條例 接下來 我們可以掌控高雄的空污權 我們還讓二行程機車在109年 中央都沒這樣要求 我們要全面下架 高雄還有五十八萬台 我們做了資本的工作 努力了不少 但是治標的工作 高雄竟然是一個重工業 而且污染長期存在 我們其實應該經常性 在環保局 甚至要拜託環保局 研考局 研考會跟教育局長 我們定期 你們定期是不是一個月 兩次 一兩次便當會 現在有新的辦法 可以讓孩子比較安全的嗎 我認為不急啊 那種錢不能亂花啊 可是如果我們找到方法 可以讓小孩子不要 在大熱天裡面關著窗戶 說要躲PM2.5 那個都是高雄 對小孩子的一個承諾旅行啊 所以那時候我建議 我們要用環保基金 有錢來做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就空污費裡面 拨10%出來這樣做 我列了六大重點 但是這是我的建議啊 我知道有點難啊 這個建議還要再跟環保局 有進一步的共識 這一部分 為了高雄小孩 免受PM2.0污染 我們還會努力 接下來 這個要跟我們警察局長 跟我們交通局長 再做個報告 4月25號的時候 我在說高雄的測速照相 不要再無止無禁的拆下去 我說的數量是408支 那我們警察局馬上出來澄清 說我們有一半以上 都是嚇阻作用 都是嚇阻作用 報紙寫 神回啊 一半是嚇阻的 所以大概只有190支在用 不過高雄 兩個高雄我來報告 跟我們一樣嚇阻嗎 我快問了新北市 新北市有243支第二名 你猜他們有多少在嚇阻 他們在用的只有93支 其他都是空桿 這代表什麼 這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 我討論的重點是 我們除了弄測速照相 我們的這個 這個氣氧費全部都是測速照相 在給警察局的部分 有沒有指導他們用其他的項目 包括人家台南 他們只要在行進空間夠的 車速可以夠的 車流量不是那麼大的 他們是用LED測速 告訴你超速的你要減速 不是為了開法 甚至前幾天看到一個新聞 結果我滿開心的看到那個新聞 我以為我的質詢出現效用了 結果那個新聞是因為公路局出來做 因為高雄人都會高雄市轉彎 所以在我們的山林設了檢疫的公路局 花錢設了檢疫的訓練所 跟我們高雄的阿桑阿伯 你要怎麼樣兩段式左轉 他去花那種錢 你如果把錢花來這裡 開心 是不是一定要設 測速照相 還有 這個也不是我發現的 這個是 道安委委員會發現的 高雄設了那麼多 測速照相以後 一直到105年1月1號才有 SOP 所以 既然有這麼多爭議 你們也常常講 民眾或民代給你們扣帽子 不公平 我認為就提升為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要怎麼定 你們自己去想 把它提為法律的位階 目的在於開罰之前 還有兩段程序 一個是教育 一個是工程 最後一階段就開罰 該罰則罰 但是前面兩段的工作 我希望不要各自為證 交通局跟警察局 千萬不要各自為證 這些問題我認為就處在各自為證 該整合就要整合 這個是我對這個議題的一個建議 接下來 也要跟所有愛動物的朋友 4月20號 我們也提了一個法 修正 就是高雄市的動物保護條例 這一步法我相當驕傲 因為我長期關心弱勢動物 這一步法我從頭看到 在全國六都裡面 絕對是最先進的一步自治條例 我們的動保自治條例 那我們這一次再提升了兩部分 法定推廣校犬 高局長你不要擔心 是推廣 是推廣 不是法定一定要養 是推廣 別讓狗狗關到死 因為我們被批評什麼 我們被批評我們的 所內收容數 死亡率全國最高 因為我們沒有在台 我們沒有安樂死 還有我們可能報的數字 也有一些失誤 但是台南確實 他們也沒有安樂死 可是他們的死亡率很低 所以我們怎麼樣做改善 其實狗仔你只要它 拱起來心情壞就會死了 怎麼樣找出路 台南的成功在於找出路 所以我們法定推廣 校犬認定 再來賭動保法的漏洞 你們有看到很多新聞 有關防止產 虐待動物的事情很多 我們也把它讀起來 列為重點稽查 接下來 有關仕途總管的餐飲 價格比較高 這個局長 我提出來以後 跟局長讓您知道 我前幾天在去 仕途總管一樓吃飯 本來定位全國一致的春水堂 現在都在他的菜單裡面 有一百塊的特製人 這個餐 我刻意問了一下那個小姐說 你們怎麼會有這個 我為什麼在其他春水堂吃不到 他說因為我們在仕途總管 所以這個是全國唯一的 所以這樣子我認為市民就感受得到 但是我期待的是局長拜託 就是三樓的咖啡廳 我期待有那種一百塊的咖哩飯可以吃 那個咖啡廳兩百多瓶 我們的租金也是收得很貴 如果還可以和他們溝通 那都是使用 這個 這個 仕途總管市民的福氣 這要拜託 這要拜託 這要拜託局長這邊再幫忙 另外 我在 4月18號 跟我們的教育局的體育處提出質詢 就是指暴天別跑馬拉松 因為我們的高雄的空氣 是調查出來明顯有重機屬污染 我們的指暴天在冬天又常常會發生 偏偏高雄人又很愛跑馬拉松 又很愛運動 我們高雄要有一套保護市民的馬拉松 申請的準博依據 所以我提出了建議 我們應該要以高雄的氣候參考 做體育賽事活動審核的作業標準 也期待我們 教育局趕快提出 我看前幾天我們又公佈 我們有三大標準 就是要高雄的路跑安全 但我們也把這個標準提出來 對高雄的健康 或是來高雄跑的市民的健康 朋友的健康 都是一種保障 最後一點 要特別再跟市長做個報告 因為我20分鐘的這孫 各位報紙下給我一句話 我20分鐘的重點 我們每天都會抱怨 為什麼我們去幫 截取重點 我都不是在說這個 問題的那點就嚇壞了 所有我的這孫的好意 那天怎麼拍到 如果有時間關心我的這孫的 如果可以看那20分鐘 看完 幫我清清一個委屈 拜託 我要向市長做個報告 很簡單 高雄為什麼 我說會投這個投的理由是因為 收支 基本收支不平衡 用一個最簡單的比方 一台電梯 要倒幾顆電梯才會彈 要倒四顆電梯才會彈 問題高雄各自六顆 這有三顆 高雄這有三顆 還有一顆一定要照 那顆照的應該還可以照六年了 其他那顆如果沒有了 我們平常是有一點營沒了 還有電可以拿出來 還可以用兩年 所以 八年如果沒有把電梯 又是用四顆電梯 那顆電梯就不會彈了 所以我的建議是什麼 要把這台電梯 改作三顆電梯就可以彈了 要時間 那不是明天 所以我們要停就化停了 那個還有法 辦法 命令都要跟著修 還有組織的財幣 包括 市內的教育局長 包括有許多學校真的是 真的是已經沒有人了 那個其實病一病 高雄可以薪蓋賊賊 高雄可以走更長 這些都是我們要提早因應 這個數據其實建盟絕對不敢亂寫 不敢亂寫 這個是以財政局給我的數據 去做編列出來的 所以這樣子的善意提醒 我還是再拜託一次 如果可以 這個政府已經在高雄執政快12年 最了解高雄什麼可以動 什麼不能動 什麼可以省 什麼要繼續花 請問我們的主計處長跟財政局長 可以的話 提早幫我們援你 還要拜託法治局援考會 你一套計劃 讓我們可以開始做瘦身的準備 要改三條電梯要時間 不是明天就好了 所以 這一部分 請我對市府要講的重點是 用六年 讓高雄做好 朴子度日的生活準備 不要再有錢 包括郵婷賽來了 我們賺到很多 那賺的都拿什麼 要花錢也可以 要做建設也可以 問題是我們高雄市政府 無論好丫善者 人家活得好丫善者 都可以為市民給我們 這是我質詢的一個重點 一個重點 最後一個 4月11號市政報告質詢的時候 我那時候放了一個影片 我連那個小孩子的名字我都不願意去講 他的綽號我都不願意想 連想都不敢想 在他被殺掉第五天的時候 我試著叫我的助理 我們一般都覺得學校是最最重要的 可是其實我們高雄市還有公辦托英 所以我就叫我的助理闖進去看 闖的進去闖不進去 真的就闖進去了 闖完之後我馬上請社會局長去做個調整 所以我的訴求是三點 包括孩子拒絕的區域 我們門禁要去做檢查管理 有沒有什麼缺失做改善 第二個 這個訪日本一年兩次的訓練 模擬入侵訓練 也希望我們局處首長 親自帶領演練 第一次青菜就講下去了 你講可能二十次都會青菜就講下去了 你不要跟他討論了 可是我們台灣的一家私人公司 他的場很大 他到現在演練了七十次 到第五十次才擋 五十幾次的時候才擋住 那個老闆 他發現他的公司防衛起來 另外 我還是要跟市長做個報告就是 一定要去訪日本 日本從2008年到現在 沒有隨機殺人 關鍵在什麼 全民防衛 我們不用過分緊張 但是機關組織要有一定的防衛能力 保護市民 所以我今天再有兩個加碼 我知道我們的局長跟社會局 跟教育局相當感謝你們 在我質詢完 馬上你們都做了必要的演練 去模擬攻擊 但我今天還有 我今天 日本空運的 日本空運的 因為我問了警察局 沒有 這個叫次幼 這個叫次幼 這支 每高雄市的教室 學校的教室 每一間都有兩支 讓來防衛 如果有人來 可以去吐 這支是比較重的 因為鋁的 要兩個禮拜才會寄到台灣 那個還要定制 可是在日本都是鋁的 都是青的 所以這兩支 我一支要拜託警察局 這個裝備要怎麼用 能不能用 法令能不能用 嚴考 警察 法治 教育 拜託你們參考 另外一支 給教育局軍訓處 日本如果每一個教室都要兩支 其實這個東西一定很好用 這個叫次幼 如果可以用 我們在高雄也可以推廣 這小小小小小的東西 可以保護小朋友 保護各機關 這一點 做個建議 再來 要拜託 看一張照片 我每次看 每次感動 日本是怎麼台東 你看有幾年的孩子 鼻子噴下去 走啊 可以走得離離 混連成這樣 台灣的法 有環境教育法 規定 中央法 要四小時的環境教育 我們的高雄動保條例 一年要有生命教育 要拜託嚴考會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法可以定 法治局 可不可以定社會安全教育 一樣一年四小時 你可以就請各級機關學校 上半年演練一次 用兩小時演練一次 下半年用兩小時演練一次 有備無患 市長都已經裁定了 圍牆我們不再樹立 但我們用更好的方法 一樣保護我們的孩童安全 這個是我幾點 質詢 今年質詢的十二個議題 最后要向市府團隊做一個報告 建盟如果接到陳情或我發現問題 第一個思維就是 怎麼樣解決問題 如果可以解決問題 我會馬上 你們常常去讓我吵 我都會跟你們討論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 各局處其實都有經驗 然後我會用我的方法來解決 如果我發現我解決不了 我的態度是 不要讓事情更惡化 一個民主前輩 曾經跟我講 他們之所以告這句還在拼 是為了什麼 為了可以希望說 他們拼來台灣 可以放心 交給我們這裡 後一台的手 所以他們這句這麼拼的理由是這樣 我想 民主進步黨有一個建強的執政團隊 相對的 那可以有一個正向 而可以理性去監督這個行政單位的團隊 也是一個孤孤噸噸噸的力量 雖然這句 我們還表現的不是那麼完善 還需要這些前輩 跟我們搶 跟我們請 問題我們請來可以 請來 請來有辦法 用正確的方法 引導這個政府施政 每個人頭腦不一樣 每個角度也不一樣 大家找出好方法 讓高雄更好 都是我們的目標 林鄉 我相信 不一定 支付團隊 不在這裡 甚至坐在台下頂 會有人說我 我們一樣 有辦法 用我們合適的力量 來保護這個神奇 所以有時候 分寸有時候拿捏的不是太準 但是也請各位市府團隊 有一點包容 因為大家知道 目標是一致的 就是給高雄更幸福 給高雄更進步 我只 國安家裡面的資訊 如果讓大家 感到害羞 感到不高興 我回聲 抱歉 萬一讓我請 我請吃飯 沒問題 也代言說 我們是為高雄在拚 沒百分的意圖 不要讓我計較 這是我今天的這順 是不是 就簡單請市長 做個總結的答覆 請市長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郭議員 我是很遺憾 你剩下七秒鐘 六秒鐘 要讓我答覆你那麼多的問題 我覺得 執行行政跟監督 基本上 我們是平等的關係 那所有的市府 市府的施政 要接受公開的監督 我們認為都是應該 所以說 聽到市政府的立場 很感謝 郭議員 跟所有議員 對市政府的市政嚴格的感動 這我都覺得很大聲 但是在政嚴格的感動 的規定裡面 我希望說 運用 是一個政客的所需 還是政客 我不是說 郭議員 你說的不政客 不要造成 有一般的市民 對市政沒有那麼多的了解 會有一些誤解 譬如說你說高雄市八年以後就會像苗栗一樣 我想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對高雄市的財政狀況 高雄市的財政狀況 不是這十年才有問題 這個都跟中央地方 全台灣只有兩個直轄市 台北跟高雄 我們跟其 其他的六都 其中的四都完全不一樣 基礎也不一樣 承擔也不一樣 所以說我是覺得 在給我們指教的時候 能夠有更正確 這樣避免 所有的高雄市民都覺得 你民進黨的議員 在這順民進黨的市政府 說你是高雄市八年以後就會像苗栗這樣 我覺得這樣 這個我承擔不起 這個我也不接受 我是認為 第一個 剛剛郭議員特別提起 說高雄的郵輪 郵輪的部分 我們一直在 希望高雄成為郵輪的母港 那我們之前的很多招商 都是希望 為了我們的港務公司的港務大樓 做了一些熱身 高雄和港務公司 所有的港務公司 所有的郵輪市 是用很精采 很減弱 這坦白說 這個中間 有很多不識動 我感覺 今天我們的港務大樓 它的工程 一再的延宕 那現在新的交通局長 賀成旦 部長跟郵輪 王國財 我們特別拜託 我們希望我們的港務大樓 如起如止 完工 這樣我們高雄才能夠去推動 所謂的郵輪 那另外我想郭議員 特別關心我們的公益財 公益財建 我不認為公益財建是監管 它好像是一肉間 它好像是像新加坡 它們的博弈條款中間 特別 有一個部分 是應該 因為 衝好 所以說要用這個錢 來照顧 俗世 社會 無力 這個部分 我們的博弈公益財建 當時為什麼會有公益財建 高雄是應用公益財建 一切依法 但是我們確實現在 中央地方的自治法 我們的公益財建 是97年修正 它的這個中間 對支用的範圍 有明確的規範 但是我們高雄是為了 這個部分要修正 地方自治條例 修正能夠跟中央地方 能夠一起 再讓公益財建的使用 能夠更公平 能夠更照顧弱勢 我想這個方向 沒有錯 我們也支持 但是郭議員 你一直反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會認為 如果我們說明的不清楚 我就請我們的局長 跟議員 你再說明清楚 我是因為議員應該要支持 為什麼你一直做動 你如果做動 這個自治條例 不能通過 這樣現在現階段跟中央 這個就會有困難 但是我們 議法絕對沒有錯 我們今天 每一個市政府的團隊 如果我們不依法行政 我們今天沒有材料 站在這裡 我們絕對是法力 站得住腳 我們才敢做 所以這個部分 也請郭議員能夠支持 也特別希望議長 在針對這個部分 能夠支持我們 讓我們的公益 高雄市的公益裁建 我們的自治條例 能夠盡快的修正通過 另外我想 剛剛郭議員也有很多其他的議題 有些 我們意見相同 有些意見是不一定相同 但是我相信大家希望高雄更好 我們從來沒有懷疑 郭議員這樣的用心 今天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沒有辦法做到一百分 但是我是覺得所有議員的指教 我都覺得很重 我們每天早上市府的團隊 八點鐘 市府團隊 我們針對每天發生的事情 可能議員你們還沒來議會 這些人都已經在開會了 在台說這是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想行政的部分 有行政的嚴謹度 監督我們都非常的尊重 我覺得感動還是對我們所有問一個局處 我們都很重視 我也感謝郭議員很用心很打拼 在感動問一個單位 今天海洋局 絕對不會為了一個單一的公司 給他們特權 如果沒有法律遺跡 沒有依法申請 我想憲英國沒有好大 我們的政風單位 檢調單位都在看 所以我會認為在這個部分 我們都非常期盼 議員在監督的時候 也讓我們有率領的機會 我會認為這樣行政監督 站在一個公平的基礎上 大家也是都為了要高雄更好更進步 那我相信 謝謝郭議員對我們很多指教 時間的因素 我只能簡單答覆 謝謝 謝謝郭議員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